1...2...3... 無敵美景 無敵美景停一下 無敵美景停一下 看被抓到 大樹秋嗨嗨 剛剛菲菲打電話給我 連時跟我講說 外面的風景很漂亮喔 在淡水 山枝 所以待會要過去 跟大家去看看美景 那至於是如何的美 不知道再看喔 OK 哈囉現在已經到了 我要去找被迪大樹了 看到外面的風景 好啦我們快要到了 哇 白沙灣了 快要到了 有沒有看到都是雲 好厚的一片雲塵 我們就來這兒 這邊大家就比較少進來 因為大家都停前面的停車場 真的 連前面的車都覺得 都覺得我們都讓我們 都想要回去了 其實沒有 這邊可以一直進來 真的嗎 看起來 到書室你要拍蜜片啊 大概一公里 近來那一公里 對啊這樣子的話 叫聲才不容易傳到 傳到外面去 是這樣喔 有沒有 你看有人 有人有人 剛好一人一年 對你看這裡 有有有 這邊有停車場 對但是呢 這第二停車場蠻大的 我們還要再進去一下 還要在裡面 對其實這 你看看幾百公尺兩三百而已 這近來 大概我覺得大致上應該都會一公里 喔 沒關係 我們可以下去走走看 是不用了 哈哈 我們繼續往 走一個 我們想要介紹的景點 好 喔 還有背那個重裝背是怎樣 對啊 來這裡錄影 應該是要付錢吧 先解 要了 要嗎 要嗎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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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沒有人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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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衝啊 對啊 沒有人收錢 有兩個地方齁 對 哇 那個很美 哇 無敵海景又來了 我們 我上次去拍的是山景 這是無敵海景 今天是無敵海景 秘密景點來了 真的 我們來看看 我們準備好了 這樣好了齁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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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 這是我的那個口袋名單 喔 對 其中一部分 我上次 有看到嗎 沒有空的 就是 我上一集 不是那個大叔 秀生我嗎 那一集去 是我哥的口袋名單 對 他 就有人在敲文說 他說 那你自己 沒有口袋名單嘛 這樣子 喔 所以我在想說 好 對 我的口袋名單 其實蠻屌的喔 屌在哪裡 等一下你們看就知道了 好 我等一下也會來個 一二三 好轉過去 啊 轉過去是看是不是有選卡 還是是 啊 所以我就把它推下去 啊 就命案現場了 對 我們就上新聞了 這就有 有 有畫面了 這畫面非常 非常好 而且現在 剛好你看 光線打過來 天然的自然光 真的真的 卡在臉上 有沒有美肌的感覺 不要雞雞就好了 大叔啊 我覺得 我們下次要去腳踏車 到了 到了 走的有點累 到了 看到人要去腳踏車喔 到了 就要找一個開場來做 來囉 一 二 三 無敵美景 無敵美景 聽一下 這個 這個是不美 不美不要錢喔 好不好 真的很美喔 好不好 這個我百分之百肯定 無敵美景 嗯 這我的口袋名單 超漂亮 超漂亮 然後這邊有個漁港 小漁港 這邊有個小漁港 有耶 有個小漁港耶 所以我們可以來釣魚嗎 可以 這邊可以釣魚 真的有人在釣魚耶 對 你看這邊知道的人其實 沒有很多啦 嗯 一假日來看這邊 到時候如果知道很多人的話 應該會滿滿的 這裡沒有 你看這裡其實 對 不是因為今天速度的關係 那也不是 哈哈 現在景色很美喔 剛好看 去機車停車場 很美很美 很美很美 對 來 待會看一下那個叫什麼漁港 對 林山比漁港 然後 禁止亂丟垃圾喔 你看 欸 沒有啦 這可惜沒什麼貿易的啦 他不是人家丟的啦 欸 非移民工作車輛 請勿進入 我們都來了 呵呵呵 對 沒有我們是來工作的啊 我們是來工作的啊 我們來促進經濟繁榮啊 對 還有人在那邊拍 你知道嗎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走哪裡 左手邊過去 還是這裡 我們往那邊 這邊是步道 這邊是步道 來看一下步道 看一下步道 看一下 這個步道其實滿長的 他 可以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對 然後也可以騎腳踏車 這裡 這裡有寫那叫大田聊停車場 對啊 現在在空飛車了 沒關係 你們就沒空了 在空飛車快走 呵呵呵呵 看老人家也是來啦 對啊 哇 好美喔 你看 可以拍照了 停機停機 停機一下 大叔你是說停機 對對對 敏感池 好 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用語 喔 知道 民進的小漁港 民進的小漁港 不錯 看一下看一下 傳說中的秘密武器 對 就是 花了我們投資這兩萬多塊錢 呵呵 買了一台這麼小的相機 你不要看他是這麼小 Sony的 好 Sony喔 聽到Sony就覺得很厲害 兩萬多塊 對 雖然小 他是滿專業的 真的嗎 專專業的那個 他專門出給YouTuber來拍的相機 喔 好 期待很方便 然後小小台的一台 我沒有硬要推他啦 就是 讓你們知道說 他也蠻厲害 呵呵 當時講這麼簡單 要拍了嗎 要拍了 要拍了 我比較好奇 要好奇 要準備要拍了這樣子 好 好 好 魚感不錯喔 對啊 好寧靜的感覺 還有海浪聲耶 對啊 都想跳下去了 呵呵呵 這如果夕陽的話 更漂亮 超讚的 我們下去走一下 好 去沙灘吧 珊瑚石 這是珊瑚石 然後這是河豚 有沒有 乾掉的河豚 欸 乾掉的河豚 欸 好美味的感覺啊 喔 這時候我是不是要講 呵呵 拍一個文藝愛情片是吧 嗯 電影的場景 是喔 但是畫面好像不太協調喔 是因為當初的關係嗎 對 呵呵 可能點閱率也沒有辦法提升 呵呵 有啦 咒罵聲有沒有 咒罵聲 是中麻聲 小貝殼 這一個這一個 欸這貝殼還蠻多的喔 有沒有 對啊 喔你看還有這種螺耶 這種螺 這螺耶 這種螺就蠻少見的 都沙子 沒有GG蟹喔 GG了 GG了 GG了變GG了 貝殼 貝殼要記得留在這裡喔 對 GG蟹 這是他們的家 不然他要用品蓋當那個 哇你看這個這個這個 哇這個漂亮啊 這個漂亮 這個漂亮 有沒有 像不像那個 十八個都說的小酒 呵呵呵 欸這高級多了耶 你看 這是風的 對啊 這種顏色的少見耶 還不錯 還不錯 衝浴 衝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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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們 上次我去拍那個 山裡面的嘛 對一樣在看到西洋跟 就山跟樹葉啊什麼 我們當中搭在一起 夕陽真的是一個很吸引人的狀態 有一種舒服放鬆的感覺 真的 哪是我想到在復健的時候照著那個黃光 哈哈哈 好噁喔 然後你看這個光 這個海景 看起來是不是很美 超美 超級美 還有人在釣魚 而且你可以延伸這個海岸線有沒有 從我們旁邊這個步道一直走 也眠了大概幾公里吧 應該有兩三公里 以上 蠻遠的 而且這邊 如果有時間的話當然很適合來走 對 可是 要考慮一下 體力是嗎 體力 體力 要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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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啦 休息一下 怕怕疼不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這邊呢最好的時候就是 你剛好挑的 第一個是 黃昏夏昏 也就是大概下午四點 四點多 像現在這個時間 對這個時間來的時候是特別好 對時間剛好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點是 它剛好是在退潮的時間 尤其是在退潮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景色非常漂亮 真的喔 超有的 超美有沒有 就是 有啊 快到無敵去了 快到無敵去了 無敵去了 大家看看 360度 還一個帥型啊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今天 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口罩都不會拿下 欸 看被抓到 大豬在拍東西 他拍 啊我介紹 這裡呢 它 它是一個小漁港 那平常的船呢 不大少都是小船 所以大部分就是出海 魚的話都是近海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這裡呢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呢 就以為是像 看那個一日三餐有沒有 就是那個 韓國的那個 很有名的實境節目 那一日三餐 對然後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小屋啊 上面都會有那個 就是藍藍的地嘛 好請看 那邊就有了 好 那邊就有一個藍藍的 藍藍的那個 其實那個是海巡樹 他們 弟兄 他們的那個房屋 然後他們住的地方 對 那我們等一下會從旁邊 有個小路 彎過去呢 會攀上去 後面有一座小山 然後從那個小山的地方 我們在逛逛逛逛逛 就可以沿路看 它附近很多沿路的美景 那我會覺得 來這裡的話呢 很適合的地方是說 你可以 你可以走一小圈就好 就走哪一小圈 從海巡樹前面經過 然後往裡面山路走 然後山路走進去 沿路欣賞 美景以外 也可以看到海 對那個是還不錯的景色 那 如果你的腳力也夠呢 或是你想騎腳踏車 那就可以從旁邊的步道 然後騎個一兩公里 兩三公里 應該也是不錯 那 最好的時間 我建議來的時間 就是這個時間 三點過後 然後一直帶到 夕陽落下的時候 都還不錯 所以兩三個小時 是還在這裡休息一下 欣賞一下美景 還不錯的 所以我們今天衝來這裡 算值得啦 超值得 超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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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是希望 大家好朋友推薦一下 那邊有那個 無敵的 夕陽可以看 嗯 就推薦一下 我們就過去 拍一下 對 最後一個景色 我拍一下 像那邊 拍一下 番手 形大戰 音樂 以前 аккуテーチ 照我拍完 就是你看到只有章魚還有魚都在旁邊游 所以在旁邊爬 對 重點是我們就是釣不到 牠就是不吃 都快暈倒了 我問你什麼不吃 可能太難吃了 不好吃 不好吃包